到台北市的宁夏夜市吃美食 因为这地砖破损太严重了 让民众抱怨说 只好边吃边当个低头族 飞美欧娃在高温铁板上 仿佛有了生命似的 随着油爆微微跳动 淋上加了韭菜提味的面汁 再加把青菜打颗蛋 宁夏夜市里 号称用东港新鲜海产当材料的 著名鹅仔煎 满足老涛挑剔的嘴 大热天吃完鹅仔煎 难免口干舌燥 来碗古早味豆花 享受啊 坚持手工制作 豆花软嫩绵密 芋圓Q弹有质 吃过豆说赞 花生很香 然后豆花还蛮有味道 我们刚刚走到这里 我们找到了这个店 很多人在这里 所以我们想吃芒果冰 日本游客跟着旅游杂志 暗图索记 也懂得上门找好料 芋家夜市不如是林大 也比不上师大多元化 但保留传统美味的特色 始终在台北市美食地图上 占有一席之地 但现在却被民众投诉 在这逛街 可能得当低头族 随时注意路况 看看路面地砖 这儿破个洞 那儿缺一脚 高高低低 凹凹凹凸凸凸 就像条不满碎石的天堂路 2003年政府编列三千万预算 把柏油路换装地砖 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 像这种干嘛用地砖 这种用那种 一般那种柏油就可以了 尽管新公主强调 年底会更新维修 但事实上零下夜市 白天是车道 常有大型货车 停留下货 假如不考虑人车分离 只怕大货车开过来 压过去 没多久 铺好的地砖 又会破寸不堪 这些人怎么了